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半年以來 無論是解放軍還是美軍 雙方的戰機和軍艦 頻繁地在台海和南海一帶出沒 製造了非常強烈的緊張和懸疑氣氛 不過去到昨天 中國國防部的例行記者會之上 發言人吳謙的一番說話 令外界質疑 究竟中國是否向美國釋出求和的訊號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位國防部發言人說了些什麼 他首先提及到 中美軍隊的高層 近日仍然保持溝通 他舉了一系列的例子出來說明 比如說在今個月的20號 雙方軍隊高層曾經通過電話 至於在28至29號 更加舉行了危機溝通工作組視頻會議 雙方同意要加強溝通和管控分歧 雙方又定了在11月中旬 以視頻會議的形式 開展本年度 中美兩軍人道主義救援減災研討交流活動 總之就羅列了很多例子出來告訴大家 兩方的高層 還是有辦法談 然後他又強調一件事 為甚麼人說他釋出求和信號 就是這句話 他說中方願意繼續秉持 不衝突 不對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的原則 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希望美方可以減少敵意 以及不搞挑釁 就是這句說話 令人覺得 究竟你是否想求和 除此之外 他又說了一件事 有人問到 現在美方是不是在研究 當特朗普選情不利的時候 就會出動MQ-9無人機 襲擊中國的南海島礁 製造所謂的十月驚奇 來挽救特朗普選情 這位發言人吳謙就說 近來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 通過了外交和軍事的渠道 專門就這件事作出澄清 表示相關的報導和事實是不符的 美方絕對無意對中國製造任何軍事危機 即是說這個十月驚奇 就不是說要炸南海島礁 只不過他在十月二十九號才說 誰人都知道 今天也十月三十號 你不要十一月一號才說 到時阿謬也知道 十月驚奇就跟南海無關 對不對 你要說就應該在九月尾說 你現在才說已經是既成事實 誰人都知道 不會是發生的事 哎呀真是 當然中國國防部的這番話 都等同於是放軟了口風 之前又說到怎樣喊打喊殺 又打嘴炮 我相信大陸方面就已經達成了他們想要的目的 既然又不會將衝突 是更進一步升級的時候 只好就是緩和緊張氣氛 其實呢 大陸方面 這個深圳市 上個禮拜都已經 有一單消息傳了出來 發佈了一份所謂的 應急物資清單 很多人就私疑了 究竟是不是 準備要打仗呢 而且大陸有說到 目前中國和台灣的關係 已經進入了所謂的準戰爭狀態 但是我一看完這份深圳市的所謂 應急物資清單 我覺得整色整髓的成份就比較多了 比如說他的基礎版就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應急的手電筒 救生哨 就是吹BB那個東西 滅火筒 呼吸棉罩等等 擴充版又包括了食品 生活用品 應急工具 貴重物品 實情這些東西都很閒事 如果要打仗靠這堆東西 就死了 所以我就不是很認為 真的準備要打仗 比如說就算之前 北京市也好 上海市也好 都搞過一輪的 防空警報演習 吹吹吹吹 那些人又去防空洞 諸如此類 喂 但是那些都是一些 就是很整色整髓的表面功夫 如果你問我 我的研判就是覺得 短期之內都不會有什麼戰事 好了 至於美國方面又有什麼回應呢 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奧布萊恩就提到 說中共在印太地區 不受管制地暴雨 而且又騷擾印太地區其他國家的 專屬經濟海域作業的船隻 危及到區域的穩定 他還說 下個年度 會評估 將這個部署延伸到 美屬薩摩牙 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影響力 所以美國根本上 在南海問題是寸步不讓的 另一件事也值得大家來留意的 蓬佩奧 他在展開 他的 亞洲訪問行程 本來 印尼就已經是最後一站 但是 根據越南政府的通報所說 越南外交部長范平明 邀請蓬佩奧 在29至30日 去到越南那處進行訪問 此行就是為了紀念 美月建交25周年 這件事當然 就是引來大陸方面的很大警惕 為何突然在臨時臨急 又會請蓬佩奧到越南進行訪問呢 因為這個是 並非預先安排好的行程 去到昨天下午才對外公佈這個消息 現在越南忽然之間邀請蓬佩奧到訪 到底他們會談些什麼 都不知道 但是 今年越南就是在做東盟的輪任主席 較早前就已經就南海的議題 對中國發表了一份強硬聲明 再加上越南本身就跟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 而越南明知蓬佩奧這次這個亞洲訪問行程 就是以圍堵大陸為主的目標 那麼他都特地請他去越南進行訪問 其實那個態勢都相當明顯 他們搞邊科 呼之欲出 所以大陸方面 那個反應都挺大的 這個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漏夜他就寫了一篇微博貼文出來 就煞有介事地稱呼越南是自己有的 他怎麼說呢 他就真的好像很自欺欺人 他說蓬佩奧突然之間增加對越南的訪問是好事 老虎就拜託在越南的同志們要好好教育這個仇視共產黨的美國極端政客 到底蓬佩奧他是仇視共產黨 還是特別是仇視中國共產黨有區別 麻煩他搞清楚 如果蓬佩奧真是很不妥共產黨的話 他怎麼會訪問越南才行 只是這件事都已經是沒有邏輯 是說不通 然後他其實很多段都在自欺欺 又說叫越南方面的同志 千萬不能放過這個好好的機會 來當面教訓蓬佩奧 一會又說他每次去越南都會被人同志同志的喊 就說越南人分明是自己人 就趁這兩天要修理蓬佩奧 實際上這些是很低級的離間計 對不對 如果越南真是很不妥共蓬佩奧或者很不妥共美國的話 怎麼會臨時臨急加這個訪問行程下去呢 而且不是蓬佩奧主動要求訪越 是越南的外交部長 邀請他去的 那你就見得到哪一個做主動啦 對不對 所以 胡錫進所說的東西好像平行時空一樣的 處於一個 另外 蓬佩奧 到訪印尼的時候 他又 批評大陸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中國共產黨就是對於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脅 我最近看了一篇報導 就說大陸方面很多宗教寺廟就是被人查封啦 但是毛澤東廟就任開了 其實這個都相當奇怪的 毛澤東已經死了很久了 怎麼會為他來置一些廟宇然後弄一些偶像出來崇拜的呢 到底那些人拜什麼呢 拜毛澤東 毛主席不是強調無神論的嗎 人死如登滅的嘛 怎麼會還繼續去拜他呢 拜什麼呢 我真是想不明白 啊 就是你那些神棍去弄毛澤東廟出來 沒辦法啊 問題就是那些人又會愚蠢地走進去拜 還要在這裡來香火鼎盛的 是不是傻的這些人真是 好啦這些就不查封 至於那些正規的寺廟或者教堂呢 很多都是被查封 那都未必的 有些 比如說在教堂裡面 貼滿了那些愛國主義的標語啊 又或者唱聖詩的時候加入了很多愛國主義的元素啊 講聖經故事的時候又加入了很多愛國主義的內容啊 那那些就不查封了 問題就是 如果這樣搞的話 整個宗教都變了質啦 剛剛才 啊 好了 說回蓬佩奧啦 他今天呢 就會結束在印尼的訪問行程呢 就轉到越南了 再有新消息的時候呢 我們就跟大家再說過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